我相信這個時間上亦是相當急的 我們承認這個是非常急 但是我們要面對一個現實 現實11月份就區議會選舉了 每一個人的選舉也要知道 未來前景會是怎樣的 締補機制的訂立 就是使用我們日後參選的區議員 甚至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是很清楚知道日後他會負上的責任